马来西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拿督公信仰 拿督源于马来语 是皇室封赐的勋弦 也是尊称长者或爷爷等意思 公中文也是对其老尊者的称呼 拿督公就是一个华无语言融合的神明符号 在马来西亚 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 往往就可以看到拿督公神刊 如工地 郊区 养殖场 住家外等等 拿督公的香火几乎无处不在 1950年 星州日报有一篇关于 吴鱼岛拿督公的报道 于是 在宋彦鹏教授的建议下 研究团队一行前往吴鱼岛 寻找一个甲子之前记录的拿督公 按照习俗 登岛之前三天不食猪肉制品 在岛上 我们发现了多元族群 共同膜拜拿督科拉麦 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画面 槟榔与西南的里岛 葫芦岛 也是坊间传说中的拿督公居处 葫芦岛是由三座岛屿组成 从槟榔与西海岸现旺去 它就像是一个葫芦 扶在马六甲海峡上 登上葫芦岛 需要遵守一些寂静 如不可携带猪肉 随意大小姐 拿督公的祭品 不可带离岛屿等 当地渔民相信 葫芦岛拿督公庇护着 当地海域的渔民平安 所以 虔诚供奉 为了方便膜拜 直落宫八的华裔信众 在社区盖了个拿督公神刊 当地人日常就在那里 给拿督公上香 坊间流传有关拿督公的传说不少 其中 一个颇受网红青睐的 是槟榜于北方的海礁佛罗地华 俗称拿督公所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研究团队乘船出海登岛 穿过洁白的沙滩 登上岛上的阶梯 前往百年拿督公庙 进行膜拜 研究团队准备了拿督公庙和祭品 向拿督公秉明此行的来意 马来圣者木形态的拿督公 在本地相对较为少见 最让团队感到惊喜的是 岛上保留了两块中英文奔源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发现仅有的拿督公建庙的英文文碑 拿督公的形象甚多 最常见的拿督公 是头戴颂古帽 手持马来短剑 身着沙龙的形象 此外 也有蛇拿督 白鳄鱼拿督等等 还有白蚁窝 树头 石头 画像等 华人也将穆斯林圣人之墓 视为拿督公 如同槟城拿督公与 马六甲 五语岛 印尼棉兰的 白血拿督 拿督公虽以马来拿督为多 但也有华人 印度人 和原住民等拿督公 在拿督公庙的神龛上 有些也供奉着三大民族的拿督公 马来西亚的生活现实 反映在神明信仰上 人民期盼着族群间的和谐友好 至于拿督公信仰到底源于何时 这是一项大灾问 在祥兴塑料有限公司的赞助下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于2019年11月 举办了史料与田野调查 拿督公研讨会 这也是第一个以拿督公信仰为主题的 学术研讨会 尝试为着别具南洋特色的信仰整合学界的研究者 而投石问路 走过疫情 2024年 我们以会议成果来出版了第一本 以拿督公为主题的学术著作 拿督公研究 史料与田野调查 期待成为未来拿督公研究继续开展的新基石 当我做了拿督公古庙的理事过后 我就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应该我们要找出来拿督公是怎样指的一位神士 刚好就遇到艾美教授 寒聊就很投缘 就一起来组组一个团队来研究这个拿督公 到底是怎么来 结果我们做下去越发觉就越多的东西 为什么要拜干文宴 为什么要拜黄江泛 所以有很多就是未知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说社会大众人士来关心 就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 可以发掘更多的精彩的故事出来 这个文化不只是单单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印尼 在泰南 都会看到 大家都在拜 不过不懂拿督公的缘取在那里 所以我们期许以后 知道的人可以帮我们解答 意义的解答 希望这个拿督公文化 发扬光大 小死了你看 渡南不能过 你从下面转过来啊 你从下面转过来啊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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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下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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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